周楚是我扛過最難扛的 恐龍扛扛 恐龍扛 啊 恐龍扛 所以 很難笑喔 怎麼這麼難笑啊 你還講得出來 我的天啊 這位阿伯 幾乎我屁啊 你怎麼會這麼難笑啊 他近期內聽到最爛笑話就是這個 真的假的 那時候我自己剛拿完 今晚講完之後 其實有一大段的時間 大家就在看看 你可以帶給我們些什麼 而不見得都是敵意啦 就是更多的時候 有時候是你可以帶給我們些什麼 但是至於那個時候的我 我覺得有很多事情 我是還沒有準備好 還沒想清楚的 只有到有一天 鬥倒他有念過我一件事情 我才慢慢的豁然開朗 他說 你不要再講那種 你好像還沒準備好那些話 因為不是你一個人做到這件事情 是整個夢想的劇組 整群人幫你一起完成這件事情 如果沒有他們不會有你 就像烈姐那時候有跟我說 他說金巴翔可能給你的太早 然後他覺得 對我來講不是一件好事 可是我後來跟他好好聊過 我覺得金巴翔給我 對我來講 絕對對是一個純淡百分之一百的好事 因為他真的讓我提早去承受這些 這些我本來沒有機會承受到的事情 我也不怕坦白跟你說 如果我沒有金巴翔 這個 可以說是護身符也好 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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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榮譽也好 我可能早就已經消失在大家的目光前面 我可能不會有那麼多的機會 還能夠在這麼多年 有這麼多鍛鍊自己 的角色 有那麼多 有那麼多機會 會讓我去慢慢的一步一步往前走 往前走 然後 一直到現在呈現成貴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每個人都 都不一樣 我可以講嗎 我要講實話了 講啊 我覺得李仁哥是個個性很彆扭 我都只 開始攻擊 開始訓練我對李仁哥最大的印象 他說不要這樣太累 我都緊碎了 我都怎樣這樣 可是 他一旦開始練 你就 我每次回頭 我就偷看他 他就是一直在練 然後開拍的過程裡面 他也會說 這真的跑太累了 我真的沒有這樣跑過 下一次我要演文系 他就會一直講這個事情 但是 他跑了10條 跑了20條 跑了30條 他還是全力重用 然後我如果不閃掉他那一拳 真的我也會吃不消 這個我要反駁一下 因為不是我愛幹 因為真的 我也不是第一次拍打戲 但是跟他拍打戲不一樣 因為他的力道 跟他的那個爆發力 跟一般男人 真的不一樣 我扛過很多次 但是 周楚是我扛過最難扛的 恐龍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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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好難笑喔 怎麼這麼難笑啊 你還講得出來 我的天啊 這位阿貝 幾乎個屁啊 怎麼會這麼難笑啊 天啊 我跟他 這就是 很小天不容易吧 對 然後很慶幸我們把它完成 這樣子 近期內聽到最爛笑話的那個 真的假的 嗯 其實那時候獵姊找我的時候 我那時候也說 我跟王靖合作 要小心一點 嗯 因為 就是怎麼講 你知道 就是很容易 跟王靖合作的人 很容易表演 你就被看不見了 因為王靖 屁啦 真的沒看到 事實啊 因為我以前有一次 看一個東西 然後看完 我就 那時候 就跟他跟我朋友講 我說天啊 跟王靖的打戲好可憐 我只看得到王靖 我看不到其他人 嗯 就他有這個 表演的能力 所以我其實 跟他們演戲 我都覺得很 很 很興奮 後來熟了 我就有點後悔 呵呵 因為他就一直跟我抱怨 然後你不要再打我的Ben哥 哈哈哈哈 然後我說 真的 對 因為到最後就是 因為Ben哥人真的很好 富華哥人真的很棒 然後 然後 他就是一個 你很優秀 但因為Ben哥他 他私底下真的太勾引了 就很像是鄰居大哥哥那樣 然後你就看到一個人高馬大的人 然後就一直這樣 狂貓Ben哥 然後 有時候喊咖的時候 我就會說 陳偉你這樣很過分耶 很會很準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打富華哥啊 然後 講到最後 我好像也讓他自己覺得 想說 我是不是不應該這樣打Ben哥 好像太過分 真的是 不管是李人哥 跟我還是 小金 我覺得每一個演員在裡面 都用盡了全力 想要去一起完成一件 一個事情 他可能會是 真的不是我自己拍這個電影 我才講這樣的話 就是 我記得那時候跟導演聊 他就算他自己下一次再拍電影 他也不見得能夠 會有這麼大 大的格局的題材 會有 有關於生與死 善與惡這件事情 因為這樣的東西 本來就 不好去參透跟煮 所以我才 很私心的希望 可以有更多人看到這個電影 我覺得這對我 現階段來講 對我來講 是最重要的事